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东各地民族活动 红红火火 点亮月圆中秋夜 中秋假期临近尾声 高速返程客流战争 深圳多个出入境口岸 也迎来了密集的出行客流 什么叫一人行道呢 只能够找他一个人过来 如果有车过 不好意思 我只能够侧身 等其他人先过 短短三年间 电动自行车数量 爆发式增长 人行道侧身而过 行车道犹如千军万马 继续关注重磅策划 拾问电动自行车管理 民生无小事 今日多关注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收看今日关注 今晚陪着大家的 鵬sir和云飞 要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 相信这个时候 很多兄弟姐妹 乡亲父老 叔伯兄弟准时看着我们的节目 来赏约的 好 立刻去片看下 每年中秋 广州博人区的石马 清湖平沙等等几个村的村民 就会用一些道杆 扎成龙头 龙身的形状 然后就插上点着的香 举办这个 无火龙的巡游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文安 今晚我们的记者霍智云 就在现场 一起看看无火龙的城境 好的记者 现在来到了八云区 军媒街道清门书 每年的中秋佳节 八云区军媒街道 都会举行盛达的 这个无火龙巡游活动 祈求来年 五谷风灯 和街人平平干干 我们可以见到 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 我们可以见到 现在没有的这条火龙 就是军媒街道 28条火龙当中的其中一条 它全场大概有18.8米 它的龙身 是由熔树的枝叶 和冷烟火组成的 在这个无龙手的摆动下 这些灯光和烟火随着摆动 可以见到是非常之有型 除此之外 我们的巡游活动 在这个龙起龙之后 现在就是会在池塘外面 进行巡游的表演 我们可以见到 现场过来看 在这个表演的市民 我们可以见到 哇 这个火焰随着摆动 真是非常之美 很有中秋的节日氛围 听过等阵的这些军和街的龙 都是会聚合在这个牌坊 进行这个无龙的巡游表演 可以说是比现场更加热闹得多 那我们现在可以镜头给记者 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我们将时间交给演播室 谢谢 谢谢 这个新鲜滚热 刚刚发起来的 相当热闹精彩 中秋习族其实有很多 除了没有火龙 还有不少地方会什么呢 叫烧翻塔 烧翻塔就是用一些土砖 卡拉卡拉 搭成塔的形状 然后在里面透火烧柴 整个塔新宵渡通红 寓意是步步高升日子 红红火火 今晚我们记者赵畅 就在佛山西朝的崇堂村 这里的烧翻塔 厉害了 是佛山市第六批的市级飞围 马上交给他讲讲现场的情况 看一下 我现在就在佛山市西朝镇的 宋堂村 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就是烧翻塔了 那我们在现场 也是集聚了不少的村民和游客朋友 在今天的中秋节晚上欣赏 这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文化 那刚才在七点半钟的时候 我们的村民已经对这个翻塔 进行了一个祭拜 那醒师队伍也让这村子 进行了一个心火相传的仪式 那刚才来到八点钟的时候 那村民是刚刚将这个翻塔燃烧起来 那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翻塔的高度 大概是有六米多高 那下面呢是比较的宽 那上面是比较窄 那冒出的这个火光啊也是非常的灿烂 金色的火花也寓意着我们来年的这个生活 能够更加的风调雨顺 那我们村民的这个农作物啊也能够更加的丰收 那村民告诉我们说这个烧翻塔的历史呢 其实已经经历了几百年之久 每年中秋大家都会集聚在此来进行这个热闹非凡的 隆重的仪式 那现场我们看到随着翻塔的这个燃烧 那现场也放起了鞭炮和烟花 那小朋友们啊也都非常的兴奋的叫喊声连连 同时村民朋友啊也都拿起了手机 来记录下这热闹非凡的一刻 那目前呢我们在现场看到 这点点的星光啊也寓意着这个奇想的红果的兆头 那寓意着我们来年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丰收日子呢 也能越来越红果越来越好 那目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谢谢,开心开心 那自然也都离不开吃的 一家人团圆当然要吃一顿饭了 今晚记者陈俊杰就去到广州御秀区一家老字号的酒家 晚饭时候可以说这个,哇,人山人海 撇铺骂吞,撇铺斯 来看看他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是的,主持人 记者现在位于广州越秀区的北远酒家 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是坐到满了 刚刚都是问过酒家的经理就说 今年的订台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就回答了我一句,一样感望啊 然后呢立刻去忙着做事的了 今年呢有很多的顾客呢 他们都是提前半年就已经是订好了房间的了 如果是大厅的一些餐位的话呢 在过半月之前就已经是全部订完 同时呢,还有一些的老顾客呢,熟客呢 他们就会选择在今年的中秋节团圆饭吃完之后 立刻就订明年的中秋节团圆饭的餐位的了 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了 今晚在顾客的这个餐桌上面哪些的菜式是比较受欢迎呢 当然就离不开,好像鸡啦,鱼啦,还有虾啦,等等这些 有着美好寓意的菜式啊 他们就成为了今晚餐桌上的主力阵容的 酒家呢,用餐的顾客呢,提供了一份应設的食品,就是月饼了 给顾客,可以在餐前食用的 那么记者也都在这里,祝各位的观众 中秋节快乐,合家,微满幸福的 我在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么多,主持人 好,谢谢 逢年过节,你说出去吃,当然省工夫 但是有不少的街坊,你喜欢自己下煮的,是不是 温馨又实惠 老广的餐桌上面,海鲜一定是重头气 开鱼呢,已经一个月了,那些海鲜价格有没有便宜一点呢 哪一样是最划算呢,来,上海鲜 上午9点,广州广沙水产市场已经人头涌涌 各类新鲜海鲜陆续送到,商家忙着搬货 顾客就在各个摊位之间转来转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海鲜 一定是生鸭妹,给你踩个,反正你绝绝踩 你说可以就行,不可以就睡不可以,这个不要 很多商家都说,今年中秋大部分海鲜产品的价格都比往年便宜 价格怎么样,今年价格比万年还便宜 价格比万年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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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坊亦都很开心说,现在的海鲜价格很实位,今晚可加数款 nod 还有不少街坊直接把买到的海鲜 拿到周边酒楼加工 既方便又美味 还有龙虾 花楼 鲍鱼 还有珍宝蝎 大炸蟹 等 经常都是吃海鲜都到这个地方来 这家工很便宜 今天房间大厅全部都爆了 家工的价钱我们都是给平民价 10元到16元 中秋节快乐 广东台记者林志英报道 没有出去玩的就看到开心了 都要关心一下回程的客流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正日 也是最后一天 高速上面有没有出现回程的涌倒呢 我们记者岳阳 现在就在省交通集团监控中心 今晚省内各大高速路况是怎样 看看刚刚刚发回来的报道 今年中秋假期期间 广东高速路段的特点跟以往略有不同 首先第一个 今年的中秋假期正日 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那在今天晚上傍晚到晚间 很多人都是在家吃团圆饭 可能这个路面的车并不是很多 第二点 今年中秋假期呢 七座以及以下的车辆 它的高速费不是免费的 我们来看 这边呢是广东交通集团 路运一体化 可视监控的指挥平台 可以看到全省的高速公路信息 总体来看都是通畅平稳 只不过呢 在珠三角这边 短时间会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情况 我们将镜头逐渐的向左摇 我们来看一看各个路段的一些情况 每年的过节或这个节假日呢 虎门大桥都是很多人长走的路段 在今天傍晚时分 双向的车流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这个车流量呢 较至以往来说还是偏少 我们逐渐看到的是广深高速 可以明显感觉到 车流量跟虎门大桥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车速呢会稍微的快了一点 刚才呢 我也是了解了一下 因为今年的中秋 离国庆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可能会加之 国庆期间的高速的公路是免费的 预计会有很多车辆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 得到一个具体的释放 有关最新的消息 也等待相关部门的最新发布 好的 谢谢 中秋节假期深圳各个出入境口岸 都迎来了较为密集的出行客流 今天是中秋正日 也都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记者在楼湖口岸看到不少旅客都是满轿而归 结束假期了 看看 今天中午 记者来到深圳楼湖口岸 不少入境旅客正推着行李箱 担着身份证件 快速通过检验关卡 由于香港的中秋公众假期是明天 与内地放家有所不同 不少港人亦是提前错峰不上 前往深圳消费或者亲友团聚 记者在出境大厅见到 亦都有不少香港旅客专门过来买些新鲜水果熟食 工作人员介绍 楼湖口岸迎来较为密集的中秋假期出行客流 由探亲流、旅游流和学生流相互交绩 据深圳边界总占统计 9月15日至17日的13时 卢湖边界站共验放出境人员超过了42万人次 其中香港籍的旅客占比超过了6成 总体的通关秩序还是平稳有序的 广东台记者颜迪报导 看完深圳口岸我们看远一点 之前台风摩蝶令到这个站江徐民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当地亦都一直在积极推动民旅的复工复产 很受欢迎波罗的海和南极村等等的景区 目前恢复的进度如何呢 游客在那里又如何度过这个中秋假期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台风摩蝶在站江徐民二次过境已经过去超过10天了 徐民曲界镇的波罗的海 目前道路和公共场所已经基本抢收完毕 田间的波罗也都復原了大半 游客在路边小摊简单就坐 享受先切波罗的美味 独特的西瓜鳳梨品种最受欢迎了 还有游客走入到波罗田里面拍照 过来这边拍一下这边的风景 还有吃点鳳梨这些 没来过 第一次来 还会来啊 我觉得这里环境挺不错的 波罗中植会同记者说 附近的食品加工厂也都已经全面复产 之前就开始赶制鳳梨月饼 波罗干等特产 以供游客选购 那个地里的波罗凤梨就是吹起来了 吹起来要种下去了 加工就消耗了消耗了把它打萃了 打成那种跟那种冰块一样打 打成冰块那种样子 然后就做成那个波罗月饼 其实没有听见什么料的 直接做纯的月饼 而位于全民远东南部的南极村 一位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每逢假期都吸引不少游客过来打卡 这个适人美丽的海滨小渔村 都现在还未完全恢复元气 各项修复工程仍然进行当中 中秋假日到房的多数都是家庭游客 大家沿着海岸散步 感受慢生活 也都为渔村加油打气 广东台记者黄埃报导 好 一个屈美食 我们去广东的另一边看一下 中秋街节 今晚在巷关市的精光区的百年东街 举行了一场妙趣游园会 中秋气氛浓厚 下面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感受一下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巷关市珍江区的百年东街 我们也将在这里寻找一场 鼓轻碰撞 开启游园之旅 很好啊 还有那个中秋节那个感觉 还是可以更了解那个中秋节那个文化吧 那么我一路走下来呢 也体验到了满满的中秋氛围感 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市民 在茶余饭后出来逛街游玩 那么此次的活动呢 其中有一项是民俗体验 那么在我的身旁啊 就是客家女工 飞移工坊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袋子 就是他们亲手编织出来的 那么通过一针一线 能够体验到流传千年的艺术底蕴 我们除了说我们做这个 就是展示我们的那些刺绣服饰 就是手工以外 我们还做这一个客家的长花 今天呢 我还会带着我们来参观的市民 有愿意来体验的 就大家一起来体验制作这个长花的过程 继续是我们的重磅策划 十文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 今天我们开展第九文 月增十万部 广州道路能够融入多少电动自行车呢 自从2021年开放登记上牌 短短三年间就五个字可以概括 爆发式增长 那么到底广州的电机有多夸张 看看我们主播黎以文的体验报道 9月13号中午1点 广州先例东路涌岛不堪 原本宽阔驾车道 硬被停在马路中间的一排排电机 劈成两半 车多路窄 过往的哥都成肚牢骚 特别不好走 才几百米三百米二十分钟 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影响交通 最多两个道都在 现场执法人员也是成土苦水 他们早七晚六直搬 清雲围停电机 但是手不留神 就会春风吹又生 马路中间呢 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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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只能轻运到别的地方投放 集中轻运到某一个地方停放 他自己去拿 我们每天的话大概能轻运多少量 这个电动自行车到来 几百到上千台都有 处处张贴的宣传黄复 声声入耳的警示标语 这些围停的电动自行车车主 就真的看不到听不到吗 有电机车主坦言 他们也不想被拖车 但是奈何附近实在是一位难求 事情满满的 像我们拖车的话就要到处找车位 因为这车基本上都把路给堵住了 没有地方停 按照现在你不能停的话 找个车位的话要转五六分钟至少 因为你要等别人走了 你要控车位要塞进去 但是好多时候真的是没有 电动自行车车主所言非虚 虽然我们主播也有心理准备 但仍是被这里的停车密集程度震惊到 在这里就算僥倖抢到车位 回来怎样拿车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为什么这么难呢 据了解沙河街集中了23个服装市场 重商混习黑流涌动 但是其实顺着我的手指出去的方向 大家也看到旁边是画了一条 比较阔的飞机动车道 因为周边运货的人很多 所以这条飞机动车道按照它原来的这个宽度 应该可以容纳到很多一些手推车 拉货的一些车辆的 但是现在也是被电单车停满了 停了两三排这么多 沙河街官方做了粗略估算 沙河区域每天停放的电机 起码有四万部 电单车到了这样一个数量 已经算是比较高位了 已经是今年以来都是这样一种 比较常态的一种量了 你说它在增加 这种趋势可能也会放缓 为什么呢 它没有这个停放的空间 是吧 该用起来了 基本上也用起来了 车多路窄除了影响营商环境 还埋下了安全隐患 管理部门虽然照急 但能造家就有限 因为汽车本来就多 加上近年来不断新增的电机 有限的执法力量和措施 就好像精卫填海一样 道路的资源就那么多 摆在这里 你怎么样设计也是很难满足它 所以只能够往外围 是吧 通过商船 通过疏导 让他们在外围的区域去停放 逐步逐步的把我们这个 服装商圈 核心区域这个人行道 拉包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不断的往外围 把它清空 才能够就是 改善我们的一个 整个沙河浮专市场的交通积蓄 广东台报导 其实三年前 广州没放开这个电动自行车 上牌的时候 城市交通涌到的问题 就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说突然的放开 合测的道路又涌上几百万部电机 现在广州交通问题真的雪上加上 其实呢 还有周边城市 例如佛山 过来的外地电机 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短途交通工具 跨市通勤 完全没有难度的 广州到底还能够容纳多少电机 我们实事求是 在现存问题当中去找答案 白云区金沙洲大桥 除了是金沙洲居民入城的通道 也有不少佛山南海过来的候鸟一族 原本就车多涌到 今年又新增大批电机 大很大 以前没那么多电动车的 现在这几年多了好多 傍晚时分从南街上桥位 等待变线的电机源源不断 每当转灯变道的时候 电机就好像千军万马奔涌向前 好像一个大军一样 就是年年不断 好多好多灰晶多 太可怕了 好多人遇到晴隆一样 都吃饭的时候 金沙洲大桥设计之初 根本没预计到 现在电机铺天盖地的问题 所以桥面的飞机动车道隔延而止 连接桥面的飞机动车道波道 再加上正在建设的金沙洲新桥 等开通之后 有望进一步缓解交通压力 保障电机安全 夜色占农 记者随后来到珠江大桥西桥万行道 这里也是众多电机过江架主要通道 早晚高峰都承载着不少的交通压力 多 超多 特别是六七点差不多 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算好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珠江大桥东往西方向 我们刚才从上桥位的位置 我们发现车道宽度大概是在三米左右 此时车辆可以以较快的速度通行 然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桥中央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车道是逐渐的收窄 现在大概是有两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我们可以发现此时这个车辆都是以较慢的速度往前通过 珠江大桥这座旧桥 近年也都被逼新增了电机通道 可以允许两车并排通过 有街坊认为这条通道也都撑不到多久了 目前还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如果越来越多人买车的话 可能就会后面会有一点压力 就从桥来说 2021年11月 广州宣布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 不到一年上牌量就突破202万辆 2023年7月突破360万辆 到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截至2024年7月 广州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 漫步广州街头 电动自行车品牌店早就开到成行成市 目前广州每日大约新上牌电动自行车4000辆 每月新增10万辆 惊人的数字背后还不包括无牌车 以及跨市通勤车辆 从2021年至今 广州市累计完成1200多公里 飞机动车道改造提升 但是全市主次赶渡 飞机动车道设置率仅为69.4% 换言之超过三成的马路 对于电街驾驶者来说 暂时还是无路可行 广东台报导 突然的 何无徵兆放开上牌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现在想要关闸 都是困难重重 投鼠忌器 我不知道当初的决策者 现在有没有后悔过 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今天这个局面 公安 城管 市监 交通 市政 附队 街道等等部门机构 疲于斌命 而广大的市民 无论是拿电机的 不拿电机的 都是各有各委屈 满吐的牢骚 归根到底 是我们这座城市并未准备好 又或者说是资源有限 根本是永远都没办法准备好 融入过多的电机 搞到交通啊 消防安全隐患重重 各方都不讨好 于是大家都非常之不满意 这次广州市的人大立法草案 没有提到限牌 但我认为既然机动车可以限牌 电机为什么不可以限牌呢 否则最终的结果 很有可能 大家都无路可走 另外电机出行的危险性 我们说了很多了 广州白环区的街坊就说 这么危险 那就买份电动自行车保险啦 但是前几天钟先生发生了交通事故 不小心撞伤了行人 事发之后他联系保险是进行这个理配 居然发现没有办法找到这家保险公司 那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这个电动自行车保险真的这么不靠谱吗 记者去了解过 街坊钟先生介绍 他在2022年2月购买了广州电动自行车上牌小程序上推荐的 电动自行车第三者付家人员责任险 有效期是三年 购买之后一直没使用过 怎知前两天 他开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行人 这个时候钟先生想起 自己有购买保险 钟先生表示 由于是两年多前购买的保险 他已经不记得当时投保的是哪家公司 他辰转查到车辆的保单 但奇怪的是 上面竟然没有显示 自己购买的是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 通过查询购买保险的支付记录 钟先生终于查到了收款方的客服电话 但是拨打过去竟然显示是空耗 无奈之下 钟先生只能够选择同商者私了 赔了200元 通过钟先生提供的购买保险的支付记录可以看到 上面显示的商户全程是 想按在线保险经济广东有限公司 那么记者通过了他的公众号 找到这个7成24小时的客服热线 现在拨打看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电话正在拨打中 其实在交警系统上买的 而且他那里只有一个是和否的选择 你要买保险就进出他买保险那个页面上去 而且只有一家公司给你选择 没有其他公司选择了 小程序上 跳转到另一个叫做瑞安恒的小程序上扮你 钟先生联系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人员查询之后告知他购买的确实是该公司的保险 并且在该公司官网上查到了相关合同 合同上显示 在安在线保险经纪广东有限公司 是一家保险中介机构 对此钟先生觉得十分无奈 他表示今次购买官方推荐的保险产品体验非常不好 公开信息显示 在安在线保险经纪广东有限公司 是一家具备互联网保险经营之质的 全国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保险中介许可证 有效截止日期是今年的9月30号 记者在天眼查上查询得知 这家公司在8月26日 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原因 被列入经营以上名录 随后记者又分别联系了中国人保和中国邮政 自信关于涉事中介机构的事业 但克服人员均表示不清楚 需要向上级反应之后再回复 报料人钟先生表示 目前他已经向中国人保递交了资料 能不能够理赔仍然是未知数 广东台记者潘小迪报导 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上去购买 弹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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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去 一个走路的公司 真是无遇 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 当你各方面都没有充分的准备的时候 就匆匆上马 结果就是一镬足 乱的不单只是市面上看得到的乱 更乱的可能是看不到的地方 中秋节几乎加加户户都要买一下月饼 吃一下月饼 近日有多名的代理商和消费者 在这个网络红人 疯狂小羊哥以及三隻羊旗下的直播间 就买了一款香港美城月饼 但发现这款月饼在香港就并没有门店的 产地都不是香港 有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 事件在网上发酷多日 最新消息来了 三隻羊已经被立案调查 买了月饼的钱 退不了得回呢 看看 近日网红疯狂小羊哥直播大货家香港美城月饼 引发大量争议 有细心家网友晒出美城月饼产品信息显示 上面印有香港美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致氧 品牌运营方 为广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 同佛山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 亦有网友指出 美城月饼未在香港主流网站出售 线下亦都没有门店 有数据显示 该品牌在某平台近30日价销售额 已经超过5000万元 今日 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 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 现以立案调查 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您可以联系三个样的网络 进行投诉举报 一定给大家出现满意 彭sir 你一般会不会在网上买这些不知名的月饼 我多数会支持我们广东本土的名牌实体店 是的 因为涉及到食品安全 还要买一些品牌才行 误导人不行 冒充更加不行 近日江苏常州一个男人想出奇葩的想法 他竟然是网购保安服 冒充治安联防队员对儿子嫖娼的人员 进行这个敲诈勒索 以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财之道 其实最后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 江苏一男子孙某一直没有工作 于是想到一个生财之道 他网购保安服 居然到浴室门口拿瓢敲诈 近日他在一家浴室门前拦住了避害人赵某 自称自己是公安的联防 说赵某设限嫖娼 要带去派出所进行行政处罚 赵某好惊 于是赏色是宁人 提出给孙某一千元的好处费 但是孙某就是不答应 然后还说我已经把你的事情 报告给了队长 并且要通知你的家属 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赵某只能不断的加价 从一千块钱两千块钱 一直加到了五千块钱 孙某走之前跟他讲 你要把他的微信记录全部删除 并且威胁他不得报警 回家后赵某越想越不对路 越是选择报警 证据确作 孙某也只能公认自己的违法行为 近日当地检察机关已敲诈勒索罪 对孙某提起公诉 最终孙某被法院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两千元 再来看一条国际新闻 巴西举行一场竞选电视辩论赛里面 巴西圣保罗市市长候选人 在发表讲话的时候 突然被对手扔那张椅过来 踢中 市长候选人的数字 真是令人担忧了 不禁止国际新闻 变成了国际笑话 看看 当地时间9月15号 巴西最大城市 圣保罗市市长竞选电视辩论 一度陷入混乱 候选人达泰纳和马萨尔发生口角 达泰纳一怒之下 拿起一张椅踢向马萨尔 这一打似乎好到肉 据报道 马萨尔被踢到立骨受伤 退出辩论去就医 达泰纳则因为动手打人 被驱逐出当日的辩论 点外卖已经成为了 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但是有一些公共区域 外卖小哥进不去 还需要跑腿专门出来拿外卖 是 不过好消息就来了 以后广州的街坊 可以吃到重天而降的外卖 今天我们记者就体验在下 看看 活干完了没有 这么早就看综艺 没干活 就想拿工资 哪有天上掉下的午餐啊 嘿 您猜怎么着 现在咱们广州还真有 来了来了 它来了 我刚才点的奶茶 就随着这台无人机 从天而降了 它落的位置 在我身后的这个铁围栏 这也是广州 首条公园场景里的 无人机消费领域航线 记者拿到的这份外卖 是从广州白云区 海德广场 配送到广州市儿童公园内 定日 这个外卖航线正式启航 游客在市儿童公园内 数码点餐之后 就可以等餐 送大文创屋附近 它是处在我们全员的一个中间地带 是比较方便市民游客来取餐的 在小程序支付商品之后 收拾员会前往商家 收取商品并且装进无人机 随后无人机自动起飞和降落 收货员取出商品 放到外卖架 我们飞机三分钟就完成我们的起降 与航线的运输了 我们的飞机一次性载重 最多能达到五公斤 一般一次最多能载八倍奶茶 我觉得无人机快一点 为什么呀 因为呢 天上没有那么多障碍物 哦 也不会堵车 如果你想用这个东西点的话 你想点什么时间 我想点冰淇淋 广东台记者黄泽空报道 经过四日的激烈角逐 第四十七届世界技能大赛 在法国里昂落下为幕 中国代表团以三十六金 九银四铜 铜八优胜的优异成绩 在这场全球技能性会上 展现了非凡的实力和风采 今天中午 中国代表团是攀带着叫人的成绩 顺利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 刚刚步出国际渡特厅 就被泡面移来的鲜花和掌声包围 正值中秋佳节 选手们的家人和同校师生 也都一起前来迎接 共享团圆的喜悦 当时评论圈教练以后 发了直播的公众号 看到我师兄 以及各个项目的师兄 也上台领奖了 特别开心 他从小就喜欢拿这个老师 比较到时踩踩 对这个寄定感兴趣 非常感谢 这几年来老师跟学校培养他 把他送到这个学校来 学习这个技能是对的 今届中国代表团参加的 全部59个项目当中 获得奖牌率高达97% 连续四届 荣登金牌榜 奖牌榜 团体总分第一 其中 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中 三位来自广东的选手 荣获国家最佳选手奖 广东技能青年 获得13个项目的金牌 从先进制造业到传统行业 口味 航航出状元 从四赛有这个项目以后 我们这一届的分数是 往届以来最高的一次 夺冠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们做了太多准备了 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 终于拿到我们 属于我们的冠军 然后也证明了我们团队 以及我自己 速控洗作为一个非常基础的 制造业的一个项目 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综合 制造能力的一个体现 能够五次获得这个冠军 这不光是我们国家重视技能 更重要的是 我们整体的综合实力 变强了的一个体现 广东台报道 小时候过中秋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买一些手工灯笼 比如说有兔子啊 鱼啊各种形状 现在想找回这样的童年回忆 似乎有少少难度 不过在广州 有一条近近400米的灯笼街 保留了不少传统手工灯笼 之日分为直接拉门的 看看 在广州月秀区光孝路 这条400米长的老街上面 多家店铺已经挂满了 各式各样的手工灯笼 夜幕中整条街流光日彩 好似一片流动的星火薄暴 令人摊为观止 注足留暖 其实手中这条就是运材鱼了 它是用玻璃纸制成的 它的意义就是连连有余 它今年都是成为了这里的爆款 花灯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今天就专门穿了一个古装 来这边拍照 觉得它的样式非常丰富 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外地的朋友 专门过来捧场 我们那边的灯可能跟这边的风格不太一样 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形状 像这边的风格和款式会比较多累一些 所以我们就过来这边体验一下 英姐在光孝路这条小行里面 已经经营了29年的手工灯笼 她介绍传统灯笼款式中 莲花象征着花开富贵 礼遇即是如约龙门 洋土代表着洋眉吐气 为了满足小朋友的需求 她还特意制作了恐龙飞机等样式的灯笼 很多粉丝都问我 你为什么会坚持29年 做这个手工艺灯笼 其实说真的怎么说呢 其实最主要是自己喜欢 很多都光顾了20年以上的了 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 真的很开心的 也希望这个传统手工文化 希望就多些人认识啦 有专家指出 中秋节手工灯笼 是一种传统习族的延续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最普遍就是长辈送给江东笼 送给晚辈 就寓意什么呢 就是照耀前程 就是灯笼在前面 它有灯光 各地的话 它对灯的制作 灯的摆放 都要自己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习族来去进行各自的表达 广东台记者李艳彤报导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一下 2024广东卫市 飞为中秋盟会的精彩瞬间 更多资讯 留意《速电新闻》APP 我们明晚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